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想必大家都很清楚血管堵塞的危害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血栓。 像一些常见的脑梗、心梗都是由于血管堵塞所造成的。 所以血管长期堵塞,人体的脑组织就会随之缺氧,这样就会引发组织软化和坏死。 血栓一旦生成,很多心血管疾病就会找上门来,人就会处在危险的境地。 很多朋友为了防止血管堵塞,就会选择戒掉油腻的食物,比如说肉。 但其实真正导致血管堵塞的元凶并不是肉,这样东西已经被世卫组织建议停用了。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是什么吧。 饮食不注意,心血管病找上门。 43岁的钱女士,平时上班比较忙,没时间做饭,一日三餐都是靠外卖解决。 她的外卖清单里不是甜品、巧克力,就是炸鸡、汉堡、薯条等。 朋友总结出她喜欢吃一些油炸、辛辣、高糖、高油脂的食物。 喝水只喝奶茶,很少见到她喝白开水。 由于她做设计工作,经常在电脑跟前一坐就是很久。 除了聚会、吃饭、睡觉、上厕所,几乎都是离不开电脑。 两个月前,她忽然感觉到自己有些头痛、四肢无力。 她以为是这段时间自己工作压力太大,自己又没时间锻炼身体。 说好减肥的,一直没时间去锻炼,使得身体抵抗力下降,导致感冒。 她暗示自己要多休息,周末朋友约她聚会,她蜿蜒谢绝。 可是,休息两天,头痛、四肢无力的症状仍然没有解决。 即使喝感冒药,除瞌睡多,但是症状依然没有减缓, 偶尔还会有胸闷、呼吸吃力的感觉。 前女士把自己最近情况告诉朋友, 朋友劝她周一别去上班,到医院检查下。 本来前女士工作比较拼命,喜欢经济独立, 上班期间几乎没有请过一天的假。 她不想因为一个普通的感冒而损伤掉一天七八百的工资, 感觉很不值得。 前女士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公司, 发现自己状态很差,无法与别人正常交流工作。 同事们都感觉到她的状态异常, 劝她要注意身体保养,好好休息一下。 朋友们在聊天时说, 最近自己有朋友年纪轻轻就患上心脑血管疾病。 朋友刚开始时有些头痛,四肢无力,胸闷, 以为就是普通感冒。 感冒药都吃大半个月, 症状依然没有减轻。 去医院检查下, 医生说她是高血脂与高血压引起的血管堵塞, 需要做支架手术治疗。 前女士听到后, 回想自己这几天的症状有些害怕, 感觉同事是在说自己。 她请假后来到医院做下全身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后, 告诉前女士, 她的血糖、血脂、血压都有些偏高, 引发轻微的心血管堵塞, 需要尽快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 不然会引发很多并发症状不说, 还需要手术治疗。 前女士不敢相信, 声称自己怎么会患上这么多病, 尤其是血管堵塞。 不是常听人们都说, 上面的这些病只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吗? 医生了解下前女士平时的生活习惯及饮食习惯, 告诉她, 现在很多患者都和她一样, 总以为自己还很年轻, 身体素质好, 远离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也不会患上什么心脑血管疾病。 但是并不知道, 除先天性因素影响之外, 已经有很多年轻人也成三高人群, 使得年轻群体的脑梗、 心梗发病率在逐年低增。 医生告诉前女士, 她的三高来源于反式脂肪酸, 不仅引发三高, 三高又发心梗, 也就是说, 她的心血管堵塞, 是由她的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引起的。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很多, 大家都吃得越来越好, 很多人像前女士一样, 一日三餐全靠外卖解决, 平时也很少做饭, 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吃饭, 又喜欢吃油炸、 辛辣、 高糖、 高油脂的食物。 而且由于工作原因, 长期做着工作又缺乏锻炼, 慢慢引发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 最后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很多患者也会称, 自己也没有吃油炸、 辛辣、 高糖、 高油脂的食物, 为何也会患有三高, 还患有心脑血管病呢? 这是因为在饮食中, 忽略比肉还恐怖的存在, 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魔鬼脂肪, 反噬脂肪酸, 它对我们的人体伤害比油、 肉、 糖还要大。 我们平时吃饭时要警惕, 不要经常吃这些食物。 二, 什么是反噬脂肪酸? 反噬脂肪酸是指脂肪酸链上 至少含有一个碳碳双剑的脂肪酸。 脂肪酸有两种, 一种是饱和脂肪酸和非饱和脂肪酸。 我们人体摄入过多的反噬脂肪酸, 会使人体内低密度脂肪蛋白增加, 导致人体内预防心脏病的高密度脂肪蛋白减少, 从而加大人们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3. 反噬脂肪酸的危害有多大? 也就是说, 反噬脂肪酸对于人体比饱和脂肪酸还危险。 我们经常使用的高油脂食物里面, 饱和脂肪酸平时摄入过多的话, 会增加人们患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然而, 有医学研究表明, 反噬脂肪酸诱发疾病的风险是饱和脂肪酸的五倍左右。 反噬脂肪酸还使人体内血液变得粘稠, 很容易形成血栓, 从而诱发血管堵塞及心脑血管疾病。 我们人体摄入过多的反噬脂肪酸, 会使体内胰岛素变少, 诱发糖尿发病, 身材肥胖, 哮喘病及癌症等。 因此, 为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建议大家平时还是少吃些 含有反噬脂肪酸的食物。 经过上面的科普, 大家都明白, 像前女士那样引起血管堵塞, 最该远离的是反噬脂肪酸, 而不是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 。